打一拖汁 这一期呢是原段的第一期 我们也不打算整什么太浮夸的 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海鲜超市 我们目的位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请我们整个忙碌了一年的这个团队 好好吃这么一顿饭 Let's go 你看这位这位这位啊 这位直接挑了一个龙虾 然后那边呢又挑了一个地方店 就这帮人真的不为我省钱啊 我们之前去大连那次没有吃过的那个海肠 这边居然也有卖的 我们今天要品尝一下 你这玩意儿拿的挺多耶 你这一个哥哥 醒饭明天开除 各位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要吃饭这个包厢 然后现在所有的海鲜已经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然后现在我们在无聊等待的时间中呢 我们要玩一个游戏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这三位组员呢 吐槽一下 我 我就剪片子的时候 大一会儿突然来 就说这个地方来个爆炸 那个地方来个blingbling闪光的效果 这个地方来个啪啪一个几个 我问他这个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随意体会一下 他太会花钱了 每次什么帝王蟹啊 皇帝蟹啊 都好多钱你知道吗 必要 说的跟你刚才没点帝王蟹似的 那最后现在就是我们经常出镜的 这位摄像小哥 来我们吐槽一下 首先作为一个美食节目的摄像师 你要做好一定的准备 就是你要防止油溅防热 因为每次他一做饭的时候 什么米链啊 油啊 菜啊 全都会飞你脸上 还有一个呢 就是长得胖 还非喜欢吃 一吃吃老多 吃到现在啥结果呢 就是待医院输业 我们呢先给大家看看菜吧 今天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海肠 你看啊 他们做法是海肠炒韭菜 这个海肠做完以后呢 其实跟那个什么心管喉管 其实感觉看起来差不多 这玩意儿看起来虽然有点小邪恶 但是吃起来还是挺好吃的 大家其实是不是对这个东西贼好奇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你看我帮他这个地方 他其实这个角 没错 我们这道菜呢 就是半只牛头 这个玩意儿呢 也就是个牛脸肉啊 我们蘸点这个蘸点酱料 我有点想去厕所你去一下 嗯 走来 等我 我就要吃 不是 你们三个都去厕所呀 嗯嗯嗯 三个去一个厕所呀 我去那个 然后这个七旁人也不知道为啥 吃饱了以后 三个人集体约着就上厕所去了 然后可能是怕我最后我先去厕所 然后我不结账 反正三个人也挺鸡贼的 这就是我们朋友的成员 今天你们都亮的相 大家一头说的 今天你们眼里会有更新的 你们会越做越好 不管怎么说 随意的关注我一下 好帅 MING PAO TORONTO